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期貨期權一周全功樂 又是我Marco跟大家說回這個星期期權的策略 上星期五,市場跌得很厲害 最主要的原因是內地股市急跌,拖累香港股市急跌 內地股市為何急跌? 因為最主要是內地的三間證券行給中證監查 令到內地股市急跌 傳統上來說,在上星期五個市跌得這麼厲害 成交又增加,開始會比較淡 今天市場回來來說,市場早段跌了下去 接著又再夾上去 尤其臨收市那段時間,可能因為MSCI護馬的影響 市場特別波動 在短時間來說,拆得急一點就再跌回去 今天最低的位置是218,56 這些位置 如果你去到現在這一刻,你問我市場是怎樣走的話 我覺得比較關鍵一點,暫時來說 留意著,11月16號,這個低位是218,18 這個紅色框框,11月16號,218,18這個低位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基本上大家如果有眼像的就是 那時候發覺恐襲 那時候香港股市突然間,因為發覺恐襲 下降了下來,香港股市還要是在全球股市而言 下降得特別厲害的地方 所以這個低位來說,其實你都會顯示到 一個叫做在恐慌性拋銷的情況下的承擇能力 是去到這個位置 那相對性來說,我就覺得在這個位置 是一個頗為關鍵的因素 因為就不是說隨便簡單單 拿一些技術分析去量度那麼簡單 而事實上是之前經歷過因為某一些恐慌的事件 已經出現這個低位 所以這個低位相對性來說 我覺得是有少少特別的意義的 那如果你說牽涉到新聞、消息 今個禮拜開始要特別留意的 你基本上你今天收市後 MSCI護馬,其實臨收市前 那個市都已經特別波動的了 那跟手就是講的是 SDR今晚IMF討論那個特別提款權 會不會有機會納入人民幣 納入SDR這一方面的市 但是來說 基本上市場上大部分都預計了 人民幣是會納入到SDR 關鍵就是這個比重是多還是少 從而令到市是利好還是利淡的 還有就是說星期四 歐洲央央的意識會不會是放水 那再加上你說 整個月來計 今個月月中美國說的是加息 這個東西也是市場上預計是有機會加 但是來講 今個禮拜五個飛龍的數據來講 可能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會令到市會比較特別波動的 所以相對性來講 其實今個禮拜一連串這一堆東西來講 在整個十二月的開頭來講 這一個禮拜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比較關鍵性的禮拜 去看後市的取向 究竟是向上還是向下的 那暫時來計 你說去一個比較長遠一點的 我自己來計 長遠一點的 其實之前都強調過好幾次的 就是說市場上 9月29日低位 2萬2百點 彈到上去大約2萬3千5百點 這些位置來講 我暫時是當是一個叫做熊市二期的階段 換句話說 我覺得在熊市二期的階段來講 自然地就覺得市場有機會再創新低 就是跌穿9月29這個低位 所以策略上 你既然說都是熊市二期的階段 原來我自己來講 如果做好倉來講 就一定相對性來講 比較保守一點點 甚至上持有的股票 歐高位怎樣都沽緊一點 沽緊一點 低位慢慢逐步逐步 那位是低級的 叫做短炒 做上少少上去 就一定不是以一個長渣的策略 那就是說 你說破這個2萬2百四十九點這個低位來講 我自己覺得 分分鐘可能是緊 我沒有水徵求 但是我自己預計 你可能在三四個月左右 跌到大約2萬 2萬點以下 9萬8點這些不足奇的 但是來講 太長遠了 始終 但是你有一個大的框框 你知道市場是反覆向下的格格 所以做trade 你做好的話 要保守一點點 做淡的話 一不對勁 假設你做了好倉 一不對勁 你要止蝕反手 去做淡 你要記住這一點點 那你說短線少少的 今個禮拜 既然我說市場比較波動來講 但是再加上今天的市場 最後市場 最後市場 被推了下來 引心波幅 經過上週五 急跌 還有今天 林美市再推下來 引心波幅 是來為上升了一點點 那我自己 暫時 既然之前 我都說了很久 就說市場 都是傾向在 兩萬二至兩萬三千五百點這些位置 徘徊 我是說一說一個比較中線少少的看法 這個 就不是短線的 那暫時 在未成功突破 11月16日這個低位的情況下 之前來說 都暫時 當住在這個區間上橫行 那去到這些位 既然11月16日 我說到明這個低位 是比較重要少少的短線支持位 那很明確 我覺得在這些位置 短線來說 就可以去做 short put 兩萬一千八至兩萬二千點 就駁去大市 不會跌穿 11月16日這個低位 那麼short put 這個月十二月份 都是short put 兩萬零八八點 兩萬零八八點 恆世價的期權 即是月份的恆生指數 那麼 兩萬零八八點 就是說 你會見到 紫色這兩條線 是一個 是裂口低位 裂口位置 就是說 十月頭的時候 裂口 基本上我自己也預計到 這些人 基本上 通常都是這樣 跌穿了某個位置 然後看上一個低位 跌穿了上一個低位 又再看上一個裂口低位 跌穿了上一個裂口低位 跌穿了上一個裂口低位 又再退 多一個上一個裂口低位 基本上 就是 所謂的支持位 一路一路退 我自己做trade 就不會這樣做 因為 真的計過一條數 我覺得哪一個位置 直撥去做入市 不對勁 不對勁 甚至上指示 就很明確 就不喜歡 所謂的支持位 一路一路退 因為你這樣說 你什麼時候入市 你需要一個明確的指示 至於我說 HIGHER SHOT PUT 二萬零八百點 這個行使價 如果 假設 之前恐慌低位 11月16日 這個低位 真的跌穿了 記住 HIGHER SHOT PUT 不要死手 你要做對沖 要對沖的話 就是說 在那個低位 穿了當天的低位 跌穿了十五分鐘的低位 立即做回 將積月 即十二月份 恆指 兩萬一千二百點 的LON PUT期權 整套組合 就會變成 理論上 應該同時間 開了將SHOT PUT 二萬零八百點 再加將LON PUT 兩萬千二百點 變成一套 叫做熊市跨價策略 還有那時候 如果市真是 堆穿了11月16日 即是穿了十五分鐘低位 的話 理論上 這個市 都會開始 會變成 這個 兩萬二 差不多的位置 至兩萬三千五百點 反覆的位置 開始慢慢 就會再逐步逐步 向下 調整壓力 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 開了熊市跨價策略的情況 可以 封位 在上面 補回一張SHOT CALL 而那張SHOT CALL 的位置 可能是定在大約 兩萬二千八百點 那些位置 都可以的 如果市真是 堆穿了 兩萬一千八點 但是你要分清 先後次座 一開始所說 就是 敲兩萬一千八 至兩萬二千點 先開了一張SHOT CALL 假設市 如果在這裏 有些支持 你上去的時候 就慢慢再補一張SHOT CALL 很簡單 經常都這樣做 但是 你不要只想著 你一定看中 看錯了 你怎樣做 看錯了 你穿了那個 恐慌低位 11月16日的低位 立刻要做對沖 拿回一張POO 兩萬一千二 就變成熊市花架 這是Step Two 這個步驟 再那個市 你確認了 是向下反復的情況下 慢慢在上面 再補回一張SHOT CALL 這樣去做TRAVER 會比較謹慎一點 你說 那個市 即是你說 既然我自己說得 那個市是傾向 是紅二階段 是反復向下格局的 那你再比較謹慎一點 你這張倉 你都不用 SHOT CALL 你都不用 只好位做Long POO 但是因為月頭期權金 相對性來說比較貴 那你做倉的話 你做這個 你要想一下 你會不會值得 去扔這麼多期權金 去開倉 要想一下這個問題 你說小小的 你玩一張紅症都可以 這樣去做 那 今個禮拜分析 就跟大家分析著這麼多 先 今個禮拜五 再跟大家做回告 OK 多謝大家支持 再見